玩具TV第29季第10集 今次要很快地介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到這個東涌 有的話 相信本身玩具不多 我沒有記錯一些國內的汽車或房車品牌 都充積了整個場面 不過你無論如何都會見到有車仔買 而當時我覺得最精彩的就是這一件 Poprace的暴力鴨 基本上大家有玩開車都知道 在馬來西亞的改裝廠 就將這架GR Yaris玩到出神入化 今次Poprace亦在會場出了這架車 作為一個會場限定 其他地方將來有沒有賣 我真的不知道 但不管了 既然有Poprace 比較少見到的這麼精彩的限定作品 怎樣都要和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這樣了 是否想剩下一架 是呀 暴力鴨好東西 盒看完便看一架車 開到 要麻煩 可能要鬆低一點點 為何這架車那麼直租呢 你會見到這次Poprace 雖然會見到 在盒裡是一架很正常的 倒力鴨 黑色 但是 今次在會場見到這架GR Yaris 它用了很亮的電動處理方法 所以你會見到整架車 反光的 我現在慢慢轉 可以嗎 可以 當然 其實你在這一個電動面 也看到它用了金色的 移印 將這些字 完全這樣表達出來 或者可以看一看連結 它的連結也是很漂亮的 車胎也記錄了一些 文 燈粒的字樣 也是很清晰的 Pandem也不需要多介紹 作為一個改裝車的 超究極名牌 我相信大家有玩開車的 都真的催之若無 當然因為本身這架車 都是日本車 所以它後面的車牌 都是日本車牌 有沒有看錯 因為我真的看不到 我看不到 當然 連這個尾燈都用了透明件 所以這架POPRACE 這一架 Toyota 真的不可以撐 車頭 不排除 因為我沒有帶手襪 應該印了不少手指 但是我都想讓大家看到 今次其實這個 產品 我相信它的失誤率是多高 因為早前我也有幸 跟這個 Mini GT的BOSS 吹開水 聊天 真是說處理這一類型 1比64的車仔 就著它的電腦面 的失誤率是很高的 當然我們有沒有特別 找POPRACE 拿回數據 你這些車出了多少架 HIGH了多少架 這個真的沒有 但是 希望大家都知道 這些電腦車 在製作方面 是複雜過一般的 1比64 DICAST的車仔很多 當然重點 挺好推 可以的 所以作為一個收藏品也好 用來推的車仔也好 都是極度值得推介給所有車迷 但是 無論你有收藏 沒有收藏 這一架車 都絕對值得擁有 多少錢 我是不知道的 怎麼都好 祝大家好運 還有 應該結束了 所以這架車 其實 在什麼地方會看到 我就真的不敢說 非常快的分享 待會見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